静蕾和我的私生活很简单很单纯 这是王力宏离婚声明的开头 没想到仅仅两天的时间 王力宏就被自己的言论狠狠打脸 2021年12月17日晚 李静蕾发表了一篇长文 爆料王力宏婚前欺骗未成年的他发生关系 婚后转移财产 婚内出轨 冷暴力不管孩子 随后王力宏方迅速撤下热搜 网友调侃这大概是他为李静蕾花钱最多的一次 八年婚姻到头来竟是一场骗局 一向被认为是优质舞相的王力宏 他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他的出轨对象到底是谁 这里是闲雨季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人前衣冠楚楚 人后衣冠禽兽的王力宏 2021年12月15日下午 王力宏发表离婚声明 网友纷纷调侃李云迪退圈了 他离婚了 但更多的人却是为李静蕾感到不值 八年生三胎 最终却落得个离婚的下场 一个女孩子能有几个八年呀 而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网上一直盛传 李静蕾和婆婆关系不合 本以为夫妻一场 即便没有处理好婆媳关系 两人也是和平收场 但没想到最终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按照李静蕾的常文所说 他在16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王力宏 而且还是王力宏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虽然那时候的王力宏还有女朋友 但是李静蕾却深深地陷进了 王力宏制造的温柔之中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去看电影 讽刺的是 王力宏的绯闻女友就坐在他们的后面 两人第一次发生关系后 王力宏表示自己不想谈感情 单纯的李静蕾觉得他是受过感情的伤害 所以甘心做一个没有名分的朋友 只是没想到王力宏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 2012年有媒体拍到一位寒景女星 曾造访王力宏的住宅 2013年台媒拍到 王力宏和难模林小云曾供诉12小时 这些分文王力宏当时第一时间 就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否认 但是当面对李静蕾的质问的时候 他承认是自己的过错 并表示绝对不会再犯 在爱情中的女孩子 总是被甜言蜜语蒙蔽双眼 李静蕾心软地选择了相信 并在2013年的时候和王力宏官宣结婚 如今想来这场婚姻 极有可能是王力宏为了稳住李静蕾做出的妥协 只是婚后的王力宏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得寸进尺 他仍然和这些朋友保持着亲密关系 有一次王力宏在上海演唱会结束后 和朋友一起喝酒狂欢了一整夜 还拍摄了很多亲密照片 在王力宏生日的时候 朋友还发送了一系列的裸照为他庆生 除此之外李静蕾还表示 王力宏和一位已经结婚的女士关系密切 两人不仅一起约会 还一起欺骗那位女士的丈夫 有诸多朋友也就算了 王力宏还热衷于非法性交易 在李静蕾怀孕期间 王力宏多次进行非法性交易 并且记录下了各个女人的特征 其中有几位甚至很像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让李静蕾一度感到非常难堪 除了要忍受王力宏身边来来往往的 诸多女生之外 婚后的李静蕾就像是一个生子机器一样 一刻都没有停歇过 因为王力宏比李静蕾年长十岁 所以他迫切地想要孩子 再加上李静蕾自己也很喜欢孩子 所以他愿意为王力宏生下 属于两个人的爱情结晶 但没想到生孩子竟然成了一个任务 李静蕾仅仅花了四年一个月的时间 就为王力宏生下了三个孩子 用李静蕾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婚后大部分的时间 她都在备孕怀孕 这对于女人的身体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但更令她感到崩溃的是 王力宏几乎不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有记者采访过王力宏的感受 当时的他表示真的太累了 太烦了 可见李静蕾所说的 王力宏未尽到丈夫的义务 是有迹可循的 在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 王力宏几乎就彻底消失在了孩子的生活中 孩子生日他缺席 重要节日他还是缺席 那段时间李静蕾时常会在 外网社交平台上发表类似 孩子的爸爸失踪的言论 可能他想要以此让王力宏来看一看孩子 但没想到王力宏的狠心和绝情 丧武士月儿让李静蕾明白 一味的隐忍只会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相信这也是他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 结婚多年 李静蕾一直遭受着王力宏家的冷眼 坊间传闻 王力宏的母亲非常强势 不仅攥着王力宏的所有财产 还不允许他乱花钱 所以在结婚之后 李静蕾使出了强硬的手段 插手王力宏的事业 当时因为这件事情 李静蕾还遭到了众人的误解 大家以为他太想要把控王力宏的财产了 可结果却是 王力宏自己想要摆脱母亲的控制 又不愿和母亲起正面冲突 所以就把李静蕾推到了自己的前面 让他唱黑脸 这也就导致了李静蕾和王母之间的关系非常差劲 常年遭受王家人的怀疑和羞辱 曾经的李静蕾满心以为自己是拯救王力宏的歧视 但实际上他却是王力宏用来对抗母亲的妻子 如果说之前的种种 李静蕾都能因为爱忍受下来 那么当王力宏正是向他提出离婚的时候 他的世界是崩溃的 而王力宏给出的理由竟然是 如果他遇见了自己喜欢的女生 他不想那个女生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 一开始李静蕾拒绝了王力宏的要求 结果王力宏就开始用言语霸凌他 甚至在亲友面前羞辱他 最终李静蕾不堪这样的侮辱 选择了离婚 但没想到王力宏会选择和他的母亲联手 企图让李静蕾净身出户 按李静蕾所言 在结婚前他就签下了不对等的婚前协议 而离婚后房子都在王力宏的名下 车子在其母亲名下 可以说转移的一干二净 什么都没给李静蕾留下 李静蕾表示自己会争取这么多年 他应得的那一部分财产 除此之外离婚声明发表之后 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的李静蕾和王母婆媳不合的言论 李静蕾请求王力宏控制舆论 但没想到王力宏仅仅只是口头答应 反而当他自己的出轨言论产生后 他第一时间就撤下了所有的热搜 夫妻一场王力宏却丝毫不念及往日情分 反将李静蕾推上风口浪尖 这让李静蕾感到心寒 所以他选择站出来发表了这一篇长文 网友们也开始随着李静蕾的长文 企图找到王力宏的出轨对象 王力宏自己承认的情史 只有初恋女友白小姐和李静蕾二人 像张惠妹 舒奇 林晓云等人 即便是被拍到亲密的照片 王力宏也是拒不承认 可能在王力宏的心中 他们都只是朋友 16日 一位自称是8A2的妹妹 优米 闺蜜的网友发文称 王力宏与优米之间 一直存在着不正当的亲密关系 这种关系即便是后来 王力宏结婚后也都持续着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还晒出了王力宏和优米的一些亲密合照 结合李静蕾的文章来看 他曾表示王力宏在参加谋场演唱会的时候 和同台的某位女星关系亲密 事后女星还发文喊王力宏为红红 而优米就曾晒出 他和王力宏在演唱会结束后的合照 并写上 红红 眼界事情逐渐发酵 8A2紧急发表声明澄清此事 并在18日凌晨选择报警 但没想到李静蕾竟然直接表示 请把警察联系方式给我 我提供证据 谢谢 王力宏怕不是要步上吴亦凡 求垂得垂的后尘吧 除此之外 李静蕾在文中还写道 王力宏即使违反规定 也要飞奔去一位女士家中聚会 网友们发现在9月份的时候 王力宏在结束14天的隔离后 第一时间就去徐若轩家中参加了聚会 然而按照规定 王力宏还应当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说她的确为了徐若轩违反过规定 2010年王力宏在参加康熙来了的时候 还遭小S调侃 你应该爱过徐若轩吧 她完全是你的类型 这种种证据让网友们坚信 徐若轩就是那个已婚女士 纷纷跑到她的社交账号留言 刷新了我的三观 18日凌晨 卷入丑闻之中的徐若轩 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指控 并关闭了留言功能 不知道李静磊是否会再度出面 砸下王力宏和徐若轩的重锤呢 在李静磊的文章中 还有一段值得深思的话 在5000多字的长文中 李静磊多次提到王力宏的女性朋友 她女生 却唯独在你的舞蹈老师朋友 传讯给你说 她觉得很伤心的时候用了她 更耐人寻味的是 李静磊在文章最末尾还特意强调 希望你也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 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跟对的人在一起 这不免让人怀疑 李静磊这是直接帮王力宏出柜了 2011年网上曾流传出 王力宏在纽约有一位男友的传闻 只是当时王力宏的经纪人回应称是不实言论 网友便没有深究 后来王力宏又和李云迪闹出了沸沸扬扬的红敌恋 虽然王力宏多次澄清自己不是同性恋 但是李静磊的话却是值得深思 李静磊曾经为了王力宏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王 随夫姓 他曾为了王力宏八年生三胎 沦为生子机器 为了王力宏李静磊甘愿成为他的避风港 替他对抗他的母亲 可这一切的一切换来的是整整八年的不理解 许多网友觉得他攀高知 看上了王力宏的钱 不断辱骂他 如果最终证实了李静磊的爆料属实 那么他整整替王力宏背了八年的黑锅 而即便是这样 李静磊在发文的时候 也是将自己站在了所有女性的面前 他表示自己站出来 就是为了让更多有着相同经历的女生站出来 也为了不让其他的女生遭遇相同的事情 这样强有力的为女性发声的言论 不应当被轻飘飘 充满戏血的娱乐所掩盖 无论真相如何 希望有更多的女生 能够从李静磊的文字中获得力量 勇敢地面对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 勇敢地对渣男说不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静磊